好,來,3、2、1,你叫什麼名字? 簡直生 簡先生,你多少歲? 六歲 你來這裡做什麼? 做chipment 做chipment?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 直眼有事 直眼有事?本來有什麼事? 看不清楚 是嗎?現在呢? 清楚 你見到我嗎? 見到 帥不帥? 帥不帥? 不知道 那要做多次出文 做出文 是不是在這裡做呢? 做一下做一下看得清楚一點 是 那麼好? 下次見到我可以告訴我 我見到帥帥這樣 是 OK,give me five 這個小孩有什麼事? 他是嚴重弱視 是 視網膜也有事 視神經也有事 最初就算配合眼鏡 什麼都看不到 跟他用超聲波 用那部機 做出文 其實我救了很多盲人 然後他越來越看到 有一天他爸爸說 為什麼他可以看到鏡子 說髒的 一向都不知道鏡子髒 他看到了 然後還可以自己擦單車 現在是跟 同齡小朋友一模一樣的視力 一模一樣 做了多久? 三、四個月而已 這麼多? 是啊 他只是現在 要再改眼鏡 他除了是 直接知道 戴鏡子 就跟其他小朋友一模一樣 之前就不是 鏡子的問題 之前是裡面的問題 很嚴重 我做的黃斑病 是 綿電首腑 他是綿電首腑 沒有辦法 什麼醫生都說 搞不到 接著我們用超聲波 用黃斑病的program 的frequency 打下去 三、幾個月 他會好回九成 就不用再做手術 很開心 希望能夠幫到人 我又要先講一聲 我就是Dr.Vian的一些產品代言 其實我不會說是什麼產品 你逛街見到就見到 因為有人問 因為自從上次跟你談完五條片 之後就翻臉了 很多人就來問你 不是問我 我亦都覺得挺有趣 所以我這次沒有辦法 都要抓回Vian 因為有太多人 好奇 想知道更多 上次我都說過了 我要利益申報之後 我亦都說 不關我代不代言的事 而是問題 我覺得Dr.Vian 他很有趣 講話很好聽 你知道我喜歡講話 我亦都喜歡聆聽 誰能夠打動我 我覺得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而且這麼多 這麼有趣的 information 關於健康的 可以告訴大家 一定要分享一下 好嗎 這些就是各位網友 看完Vian的影片之後 就有很多問題問 我現在剛才講開眼 我要這樣看 我老花 讓人講一下老花如何理解 好 他說請問教授 皮米是納米的一個絲嗎 很久以前看過一些自然療法的 今次有些網民說 做銀離子水 但沒有氣才測試 如可以土炮測試呢 今次這樣有疫情 OK 這個問得很有趣 我不知道他講的絲是什麼意思 但我簡單講 皮米就是納米的千分之一 納米就是十的負九次方的一米 就是一至後面有九個零分之一米 皮米就是一至後面十二個零分之一米 就是一萬億分之一米 那就一千分之一 跟納米比 他的好處是什麼 那些銀粒子 不是銀離子 越小 他越有效 越容易入到細菌 入到病毒中間 去叫做DISABLE它 或者叫做令他武功 就是和他的蛋白結合之後 沒錯 另外一個就是 在網上看到銀離子水 其實銀離子和銀粒子是很大分別的 銀離子是很活躍的 他一碰到可以有化合狀的東西 就黏住了 黏住了之後就沒有用了 銀離子都可以消毒的 你見我們那些過濾網 甚至有些銀離子的產品 是可以消毒物體的表面 是可以的 但是呢 食落肚或者用在吸入的情況下 就差很遠了 因為他太活躍 他很容易和你的蛋白結合了 就沒有一個功能 但是銀粒子是可以 沒有那些活躍 他殺完 還可以脫離 然後再殺下一個 這就是銀粒子的 銀離子和銀離子 其實是兩樣東西 兩樣東西 銀離子就是銀的原子 脫掉了一粒電子 就叫做銀離子 粒子就是銀的原子 一堆就是一個金屬粒子 還有什麼測試呢 假扮明 這個不難明白的 怎樣測試就更簡單 如果是銀離子的水 你加少許鹽 普通鹽 鹽就是綠化辣 鹽裡面的鹽 鹽裡面的鹽 鹽的離子和銀的離子 一結合 整杯就變成牛奶 就是這樣 鹽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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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的 銀粒子水 放些鹽下去 有少量的鹽 鹽 因為主要不是銀離子 他有少少銀離子 一定會 但絕大部份是銀粒子 所以就不會有銀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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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鹽的現象 有少少的 這是測試方法 還有呢 银、磊、磊、磊、水很多时候都会失败 因为当你做完后,它会用电池银在蒸馏水中 电解一轮后,就会有少少银的磊子释放在水中 但很多人不懂得处理光的问题 因为银、磊、磊、水遇到光是很容易变黑的 它变成一些氧化物 即是要在黑房做的,好像底片 所以你看到银的磊子或粒子的玻璃瓶 都是深蓝色、深啡色等 没有人用透明瓶去放 如果你做的时候是透明的器皿 而处理光的不适合,就会很容易变黑了 而且很多是黄色的,有些深黄色的 其实已经开始有化学作用了 应该说,要含有多少益生菌的丸才足够?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但其实不是这样问的 我们身体有数以百种所需的益生菌 但是市面上买到的益生菌 不会有那么多种 很特别的品种有15种 可能有一瓶品种有9种 但是一般街买到的那些是4、5、6种 而有很多便宜的益生菌 只有乳酸菌为主 即是说你吃旧腐乳 或者吃一杯乳酪 这些已经有很多 吃乳酪都挺好的 吃纳豆也可以 但如果你要处理身体的问题的时候 不是一般的保健 你真的要多种种类的益生菌 而那些种类的益生菌 是能够处理到你的免疫问题的 那是要选择的 要有专业知识的选择 第二就是益生菌如果选择不对 在胃酸那里 在胃里已经是咬死了 因为胃的酸是去到pH2 即是强水级的酸度 很多益生菌都可能因为这麽酸而死了 所以有些专业益生菌 是选择过它是过到这一关 才能下到腸 还有益生菌不是说几多粒 是说个种能够留在身体多久 如果益生菌能够留得久 它不断去每一段短时间 可能20分钟或者30分钟 它会重复一次 它会繁殖在里面 所以我们才有死痾 我们的大便其实就是主要益生菌 如果我们能够留在内面 它又不怕酸又不怕减 的时候 在胃酸 在小肠比较简 它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大肠去繁殖 那就要一个专业的选择 不是量的问题 而是质的问题 好 说到益生菌 有一位这个好笑 他说原谅我的愚蠢问题 我觉得也不太愚蠢 很有创意的问题 就是说 多对别人说 90%多的益生菌 是在变变排出来的 是吧 是否吃糞便可以吃益生菌 答案是 是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些关于V人 怎样 订阅 按钟仔 继续继续看健康蛋 我告诉你 V人一定是我的常客 你放心 因为实在有 说话就很好听 大家可以掌知识 为何不抓他们来谈 我自己不懂 这些东西 最好我认识的人说 如果说得这么好 谢谢 谢谢